8月15日,一则梅山女环卫公被男司机暴打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视频中,身着黑色上衣的男性抓着一名女环卫公的脖子将其推倒在地 随后猛踹其头部,环卫公爬起后将一块石头扔向越野车 旁边有一男子拉架劝和,两人情绪激动 据了解,事发原因是该男子开车时不小心压坏了环卫公的脖子 双方发生口角,进而动粗 目前环卫公在医院接受治疗 打人者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10天,并处罚款500元